晚上吃飯時間 路口煙霧瀰漫 乍看之下還以為哪裡失火了 仔細看 原來是燒烤店花骨 竟然有根超粗油煙管不斷狂噴 蔓延到整個路口 機車經過 直接穿過油煙 沾得滿身都是 能閃多遠就閃多遠 附近居民也真的是洞尾雕啊 燒烤店新開不到一年 平時生意還不錯 造成油煙狂噴 長期對著路口排放油煙 擔心對身體造成影響 但是他這個整個都沒有做 沒有做那過濾的設備 他說他要花錢弄 花錢弄 沒有弄 我們來聞看看 但心情很不好 居民大罵 油煙無孔不入 平時門窗緊閉 但只要一出門 油煙就會鑽進來超傻眼 這間燒烤店位在高雄市前鎮區 李明檢舉抗議老闆出面道歉 不來跟環保局也打成了一個協調 就是說要把排煙管 就是接到 就是像煙囪這樣子 接到底頭上面 經檢視民眾提供的佐證影片 疑似有油煙未蒐集完全 而排放至空氣中情勢 燒烤店油煙未經過處理 恐怕造成空氣污染最重 可以發十萬元 環保局也將持續積查 直到改善為止 不讓油煙成為李明們每天的噩夢 記得蔡聰奇王書宏高雄報導 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